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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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1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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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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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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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在基隆港的上方釋放了煙火 基隆港夜空 煙火齐發 港邊船之鳴笛噴水 為基隆中原季增添了歡慶的氣氛 魁火兩年的中原季放水燈的遊行今天在基隆市區熱鬧的舉行 我想這是全民共同防疫來的結果 那 今天的那個放水燈的遊行會看到非常多的信誓在路上採接 共同祈求平安 那我們也希望今年的中原季的花燈遊行能夠非常順利圓滿的結束 也希望再晚一點的那個吃放水燈頭能夠放得越遠越順 虧為了兩年的我們這樣的一個放水燈遊行的活動 今天再次登場 那我想中原季是基隆一個非常盛大的活動 所以除了我們在地的市民參與以外 也來了蠻多外縣市的這些朋友們 那我想這次還是在疫情期間 大家還是戴著口罩 那遵守了相關的防疫規定 那我們希望可以非常順利圓滿的完成這一次的 放水燈的遊行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不只是傳承 更要把這百年歷史文化活動繼續發揚光大 但除了整夜精采的表演遊行之外 入夜後的放水燈才是中原季的重頭戲 進入下一年一度的中原盛事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在現場 是中原盛事 之後 谢谢大家